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年女性更是需要穿戴罩袍将自己的面目隐藏起来 并且身边还得有成年男性的陪同 否则就不允许出门 一方是战争带来的恐惧 一方是贵侧带来的束缚 女性滑流成了这个世界最卑微的生物 而11岁的帕尔瓦娜就是罗兰石中的一位小女孩 她的父亲是一位教师 总是喜欢讲述她的童年 内说了阿富汗还没有战火 可是好景不长 自己一条腿就是被迫伤在场后丢掉的 可是 还好命还在 如今 自己起码还能承担一家人的开支 但是在一次摆地摊的时候 却遇到曾经的学生伊德里斯 他现在已经加入了塔利班 这个身份给他打打了诠释 法律就是谁手上的枪杆之多 就谁说了算 伊德里斯最想要把她趴了瓦娜 可是身为一位父亲 怎么可能将女儿共同相让 由于和塔利班竟然争执 所以父亲的命运就是被撞到监狱 而理由就是伊德里斯举报父亲 在家中将帕尔瓦娜读书 当父亲走后 这个家的顶杨柱就彻底垮了 因为现在整个家都剩下女人 唯一的男性弟弟还是一个婴儿 而哥哥苏莱曼也因此在战争中 他们一家人都在幻想能够将父亲给放出来 但是 当母亲和帕尔瓦娜来到监狱的时候 还没有说清自己的目的 就被塔利班的人给和德拉了一顿 生活已经在慢慢走向绝望 和北当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帕尔瓦娜就会用幻话故事来安稳自己 将现实和虚拟的世界完美结合 随后他需要考虑一件事 他就罗让这个家维持下去 他曾冒险去购买粮食 可是就没有人予卖给他 还被塔利班的人在满大街上追捕 破云无奈 他能做的就是拿起剪刀 将自己一头乌黑的绣发给清理掉 用蓝的身份去面对这个世界 这也是他第一次出门 可以昂首挺胸 可以在大街小巷中自由穿梭 而像帕尔瓦娜这样做的人 不止他一个 还有莎吉亚 也是一位蓝白女装的人 他们各自给自己的身份 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而在夜晚 每当自己想到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帕尔瓦娜就会继续挥挥着自己的故事 来安慰自己 有一天 他在街上摆地摊的时候 却遇到塔利班的扎克 他进行叫帕尔瓦娜 替自己读一封信 而信中 接到扎克的妻子 已经踩到地雷 而已经去世了 哪怕他是塔利班的人 可也无法阻止 身边的人离开自己 强权者 可以掌控这个世界 可他却无意料 无法让自己身边的人 全部倖免 这 就是战争的恐怖 而天真的帕尔瓦娜 不断地赚钱 嫉妒用金钱 去贿赌监狱的看手 可是到头来 就被对方打了一顿 就没有下闻了 后面当面对绝望的时候 他只能继续幻化 那个未完的故事 来安稳自己 可是生活的绝望 在帕尔瓦的身上 几乎 就是借宠而至 他好不容易找到杂工工作 却被老板给可购工资 杀鸡雅虽然没有将实验室 和虚拟幻化故事 来安稳自己 可是 他却有一个念头 能让他无限地 坚强下去 那就是想要去海边 多个小买卖 在那片蓝天白银的 阳光沙滩上 安宁地生活下去 而这些 都是他从父亲的明信片上 看到的 于是 两个未成年的小女孩 就有了一个约定 以后 我们就一起到海边 和我做生意吧 但现在 他们只用不断地 做着苦力赚钱 那些梦想 离他们还有十万八千里 可就在他们为了生活 奔波的途中 帕尔瓦纳 现在被伊德里斯 给扔了出来 内心的仇恨 一下子 就冲昏了帕尔瓦纳的大脑 一盘砖 砸向了伊德里斯 他望的途中 索性让人找到一个山洞 躲了起来 而紧随其右的伊德里斯 由于洞口太小 而无法进入 只能在外面 生气地开着无用的强火 可是 这一枪 却晚路打开了战争的奇迹 伊德里斯被告知 战争开始了 他需要上战场 凭力力护家虎威的他 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虽然没有上过战场 但是 却也能想象到你的恐怖 而家里的老母亲 已经进不出生活的绝望 于是 打算将帕尔瓦娜的姐姐 扎克也和自己 从未年期过的表兄儿子 母亲 已经不奢求 父亲能够回来 既然如此 他需要一个依靠 可是 帕尔瓦娜却坚持父亲 一定能够出来 而当初受到他帮助的扎克 就打算 替他走走关系 可有门路 伊德还是需要足够的钱 来打通 帕尔瓦娜能够想到的人 就只有莎吉亚 可对方在得知 帕尔瓦娜 有可能要离开这里后 就感觉自己 好像受到了背叛 但是 他依然将自己的钱 都给了帕尔瓦娜 他也很想离开这里 但现在家里 还有一个父亲需要照顾 虽然父亲很文蛋 但是 他还是得留下来 分别前 他们约定好在20年后的今天 要在海滩相见 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约定 就是要让两人的羁绊 紧紧相连 可是 虽然等不到钱财 但是如今的监狱 却已经兵荒马乱 所以扎克想要撑乱 将帕尔瓦娜的父亲 给救出来 而在等待的时间 帕尔瓦娜只能继续 拿幻化的故事 来安慰自己 而当父亲被救出来后 扎克 已经浑身是伤 他只是定住帕尔瓦娜 有多远 赶紧走多远 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家里的母亲 却被一位坏人挟持 让卖掉一家的人 孤子仙仙的母亲 不惧疼痛地将刀片 握在自己的手上 可在这乱世中 你心善 就只能被欺负 可是也并不是 你鼓起勇气反抗 就能有结果 而起码母亲这一次反抗 是正确的选择 坏人追后 善罢甘休 而帕尔瓦娜在另一头 推着自己受伤的父亲 而母亲 就是带着孩子 在这幻眸中游走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团聚 就知道 起码现在他们都还活着 片名 养家之人 帕尔瓦娜数次提过的幻化故事 其实 就是一个小村庄 突然被怪物袭击 羊食种子 都被对方给抢走了 而这群怪物的老大 是一只大象 那恐怖的嚎叫 让任何人都不敢反抗 唯独一味道苏莱曼的男孩 却说自己要去拿回种子 所有人都来笑话他 仿佛忘记种子要没了 大家都要死的事实 而苏莱曼 也真的坚定不移地 向敌方老大走去 在途中 他遇到一位老鱼 对方询问他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 可以打败象王 可是 这需要理由吗 他只是必须打败 尽此而已 而老鱼也好心告诉苏莱曼 打败象王 需要三个宝物 一个闪着光的东西 一件用于抓捕 一件能使人平息 之后 在途中 苏莱曼帮助一个老奶奶挤扬奈 对方送给他一个闪着光的镜子 之后 又遇到一匹马 苏莱曼为了马匹 很多干草 可是干草的主人 却非常生气 将苏莱曼 能到井里 只要苏莱曼将井里的绿宝石 带上来 就放过他 好在被他帮助过了老马 一声轰鸣 竟然震怒了井边的宝石 由于苏莱曼就是能堆积起来的宝石 爬了上来 而不贪图前代的苏莱曼 却得到主人甩来一张渔网 最后 他来到最终之地 用镜子 设下了拐物 然后用渔网 将他们都抓了起来 至于对抗象王的最后一个宝物 其实 就是苏莱曼本身 他见到象王 一点都不畏惧 他说 他不是来杀他的 他母亲是个作家 他的父亲是个老师 他的妹妹 总是吵吵闹闹 而我的死 却是在路边 捡到一个玩具 却爆炸了 他始终艰辛的信念 最终 抚平了向王的怒气 种子 也总算拿了回来 而就是这个幻幻的故事 感觉帕尔瓦娜 坚持着念头 那位男孩 就是他死去的哥哥 其实 这本是两条混合的路线 我将他给拆开了 战争其实就是 额蒙般的存在 可是 除了战争 这部电影对于女权 更是描述得非常凄惨 包括伊德里斯 也是一个关键点 自负 为了每个人都屈膝下跪 而自满 会云烟死亡 自立更生的女性 应该更加流行 自立自助 从什么扶手为奴 平庸 可能就是所有邪恶的根本 落者 凭什么善良 凭什么生存 从古至今 只有人 去适应时代 而不是时代 来适应他人 但是 在战争的时代 其实人活着 就已经很幸运了 这个世界 不白也不黑 只是一刀 精致的灰 我是少年 一位从不搞笑的电影解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